各位朋友,今期的星雲我不會就著新月圖去做一個總統的星盤分析 因為我覺得這段日子更需要注意更大的危機 在我5月17日凌晨4點35分,其實我已經出post 廣告了 什麼詳情呢?我在這些post 的文字欄上貼一些連結出來,方便你們去重溫 講起我的post 的文字內容,其實大家要知道,我很多的post 是圖文聲並謀 有時候有相片,有時候有影片 但大家不要忽略文字,始終文字是一個很重要的溝通媒介 可能到現在的電腦世代,大家都是習慣了很視乎的人 或者是經常去聽聲音,但不要忽略文字的重要性 因為最近有客人跟我說,他不知道我在做一個 campaign 去振興王政經濟圈,去幫助其他的王店 有一個優惠的 campaign,他說他不知道 但我說,其實我在我每一個post 的文字裡面 都會講這些東西 他就說,我不看文字的,幫不了他 所以同樣在這個post 的文字裡,我也是解釋了 因為真的,很感謝大家的信任支持 我算命的客人已經排到王國 為什麼我要強調算命呢? 因為塔羅是占卜 大家都知道,其實塔羅占卜是不會拖人的 我也是即日解釋 就算你說你太晚的話,我就第二天早起床去解釋 但算命那些是要排很久的 然後因為太多的責任 我就做出一個很沉重的決定 就是要取消未來的一期15滿月的星雲 但其實這樣說 我現在說是要取消的 但如果我真的在這兩個星期左右 我是可以搞定我算命的那些客人 我寧願到時有空限 就去出回15的星雲 到時這個會是一個優惠 明白嗎? 我寧願是有一個先益後揚的一個狀態 令到大家的情緒 不會給大家一個希望,但最後就失望 我寧願讓你們先失望 如果到時真的做到 就有一個很開心的結局 但是我又這樣想 因為我今年都在這個星雲 很多的模式和制度都變來變去 所以我又不想說 今期又好像無緣無故剷走15滿月的星雲 是太多的變動 我會覺得好像有點麻煩 但我希望大家去明白一個事實 因為這個世界上 知否世事上變變萬元是永恆 所以 其實很多的變化是一個進步 是一個改善 而不要覺得我常常在五時花六時變 所以我這樣說 我又不要說完全一刀切 切走來近15滿月的星雲 但是 根據這一期初一的星雲的帖文 最高like數的三個星座 綜合所有平台 即是包括IG 綜合所有平台 最高like數的三個星座 我下期十五滿月的星雲 我死都死出來 無論我多忙 這是我的一個小小的承諾 OK 如果說到like數的話 Facebook的朋友 記住 要給紅色深 不要給藍色手指 第一 然後第二 就是我想說 什麼呢 我想說 但是absolutely speaking 都要過了20個like 因為我當你們每一個 都是給一個like 兩個like 難道我只是做給最高的 那些頭三位 那他們只有兩個like 明白嗎 那個受眾都沒有 只有三四隻 就是做例子 都是浪費自己的時間 好了 最後 雖然我一開始說了 不會就著這個星月圖去做分析 但是 不說還需說 因為 畢竟我已經是搞了這幅圖回來 但是我說得很快 OK 最重要就是這些藍色的線 三分線 跟日月相合 這個星月 形成了一些很緊密的三分 尤其是在水瓶座逆行的土星 這個廟位的土星 然後 大家看看 下面 這條IC 這條線 IC族 同時是合金水 合得正一正 和金星是逆行的 即是發生什麼事呢 在這個農曆論四月 會有很多 爭遺產 婚生家 離婚 兄弟姊妹決裂 一些家族的鬥爭 這些動勢 希望大家可以 生活愉快 但是最重要 要看回文字內容的連結 在我5月17日凌晨 4點35分 出的那個帖子 有一個非常高的危險性 希望大家會平安大吉 好啦 巨蟹座的朋友 無論是上升還是太陽巨蟹 對了 伴隨著這個雙子座新月 享農曆的潤四月 嗯 認命 對了 兩隻字 認命 還有呢 我們應該 為什麼說我們 因為我自己都是上升巨蟹 對不對 大家都應該 不可以說大家都應該的 但是很多人都知道 好啦 認命 我們應該是保持一個什麼態度呢 是叫不卑不抗 對啦 不抗不卑 對啦 一樣的 對不對 好啦 那為什麼呢 嗯 我 那個挑戰是來自哪裡呢 可以是來自外界 也可以是來自自己的 但是我 我先說一說來自外界的挑戰 對啦 很多時候我們很勤勤狠狠 對啦 擔心不偷吃 想有些事情是做好自己 對啦 對啦 很努力啦 敬業咬嚴 對啦 但是外面呢 有時忽然之間會丟一個挑戰過來 是要 去我們 即是要我們去做醜人 做一些壞的事情 對啦 是一個威逼利誘的狀態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不屈服在對方的淫威之下 對啦 大家聽到這個淫威的淫字呢 不要馬上在想斜的事 對啦 因為其實這個淫呢 是解 即是在classical text裡面 即是在古代中文 文言文裡面 是解過份 對啦 即是他們有一些過份的權威 對啦 即是我們是被迫要屈服在別人 這種很強權之下 明白嗎 那所以 可能別人要我們做些什麼壞事 其實如果有一些人在公司裏面做事 一個Department Head 對啦 那 大家的關係很和諧 對啦 上下齊 上下一心 為公司做好些事情 但是老闆忽然之間丟一個Task 跟你說 喂 現在公司賺不到錢了 炒人要 你去決定吧 明白嗎 那你會覺得 唉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一起開開心心呢 為什麼一定要迫我做一些 這麼難 這麼難 這麼難堪的決定呢 對啦 那 你會覺得是 唉 為什麼會這樣呢 但是沒有辦法 你要認命的是因為 他是你老闆 對啦 你的職權是有限制的 你的職權是有限制的 OK 那如果我們說回一個自己個人層面 對啦 也是有些事情你是想去做的 你會有一個很良好的願景 不是 就是一個很美好的願景 你也是有一個很良好的 intention去做 OK 那但是呢 就可能因為自己不夠錢啦 對啦 也都因為忽然之間覺得 咦 其實我的talent都不是很夠的 對啦 那這個時候你會有一個恐懼 什麼我原來自己是這麼弱雞的 對啦 不堪一擊的 對啦 或者一些以前你本身有的一些 pride 會變成了一個 false pride 對啦 你的一個自己的 以前的一個 自信 對啦 甚至是去到一個驕傲的層面 忽然之間你會覺得 咦 其實我都不是這麼厲害的 那自己 會有一個 難受在這裡 對啦 所以說多一次 這個challenge 無論是來自你自己 還是在外界 你都必須要 卑躬屈實 你要去 你要去 承受 命運的那個安排 對啦 你要去認命 但是我在這裡 祝大家 認清了自己 認清了 生命 對啦 很多時候 不是我們自己想怎樣就怎樣的 對啦 但是我們仍然都是保持一個 不卑不亢的態度 那我們就繼續 去走我們的人生路啦 走我們的人生路啦